带您到宜兰来看看当地的慈祭志工 除了带动幼儿园的孩子们珍惜水资源 也在最近正在热闹举办的绿色博览会上 带着大家了解用过的宝特瓶如何回收再利用 可以做成振灾的衣物 所以用心做好资源回收分类的工作 就能够为大地的环保尽一份心力 用过的宝特瓶可以做衣物 大家好奇地用手触摸想知道什么感觉 宜兰绿色博览会上 慈祭志工把握机会宣导环保理念 其实爱地球就是爱我们自己 我们把地球像爱我们父母一样的爱护它 那也为我们未来的子孙保留一个良好的乐土 正在用的毛毯也是宝特瓶制成 为受灾的日本慕爱心 民众热烈捐款 还有人为了捐更多 隔天主动寻找刺激志工 我都推销我们的相机份给他 然后他隔天在我工作档位上 找到我 他说要监款 要监款给日本 送外到日本 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将存满零用钱的主筒 捐出来凝聚善念 日本天灾地球受伤了 世界志工带动小朋友当环保小尖兵 我们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用一瓶盖的水来洗手 用一瓶盖的水洗手 体会水资源要珍惜 没有水那是不是很不方便啊 对 那你跟大家讲说 我们是不是要拯齐我们的水资源 要不要 要 你怎么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挑水 体会中国甘肃 用水 长途跋涉的苦 寓教于乐 戴新闻真正美志工 宜兰报导